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 事件中共有三千多人死亡 包括美国纽约地标性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双塔 在内的六座建筑被完全摧毁 美国经济和民众的信心同样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不仅如此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但是人们对911事件的真相始终有着很多质疑 也是 你美国不是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吗 恐怖分子那怎么就能够那么轻而易举的 劫持了那么多架飞机呢 你们的特工不是都和这007地影一样厉害吗 他们当时那又在哪呢 一问和真相一样的扑说明 那么911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内幕呢 让我们把时光回到2001年9月11日 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 住在纽约黄后区的保险公司职员帕特里夏 和往常一样前往世贸中心98层上班 帕特里夏呢 今年25岁 这天早上呢 他和丈夫路易斯刚刚得知他们可能怀上了一个孩子 在上班途中呢 他又买了一种测试妊娠的试纸 他准备知道结果后呢 马上从办公室给路易斯打电话 测试结果呢 让帕特里夏非常开心 他迫不及待的给在家等候消息的丈夫呢 打电话 而在电话的另一头 他的丈夫路易斯刚接通电话 只听到了一阵巨响 就再也没有了声音 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再回到帕特里夏的办公室 就在他拨通电话的那一刹那 他听到了窗外传来了一阵阵轰隆隆的巨响 他本能的回过头一看 天哪 一架巨型的飞机竟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整状大楼冲了过来 就这样 手带电话另一头的路易斯 再也没有机会听到妻子告诉他 要做老爸的戏讯 这就是一个普通家庭遭遇到的911 但事情远没有就这样结束 接下来一个多小时发生的事情 更是让美国人伤心 让世界震惊 2001年9月11号早上8点46分 美航11号班机撞进世贸大厦北塔 93到99层 9点03分 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联邦航空175号班机 撞进世贸大厦南塔78到84 9点33分 美航77号班机 以时速530英里的速度撞向美国五角大楼 10点03分 联邦航空公司93号班机 在宾夕法尼亚州克斯维尔郡坠毁 跟着华盛顿只有20分钟的飞行距离 那么机上的45人全部遇难 真是不可思议 纽约美国最大的金融商业贸易和文化中心 被称为世界之多 全球经济的心脏 而这纽约世贸中心俗称双子塔 那更是心脏中的心脏 它不仅是纽约的象征 那也是美国的一个象征 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横扫全球的标志 要炸毁双子塔 那简直就是天王夜谭嘛 你更别说五角大楼 美国国防部办公地 美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 然而 这一切呢 就这么真实的发生 而且呢 在整个事件发生的一个多小时里 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就像沉睡的狮子一样 对一个又一个被袭击的目标 竟然毫无还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11后 美国呢 很快就成立了 由共和党和民主党 共同组成的911调查委员会 2004年7月22日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呢 911调查委员会 公布了一个长达560页的 911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中啊 就透露了一些 911事件的今天 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就是 19名神秘的截击者 他们是谁呢 领头人就是这位 穆罕默德 阿塔 2001年9月11日凌晨 阿塔呢 带着18名截击者 以5 5 4的分组方式呢 登上了4架飞机 之后呢实施了我们众所周知的 控告信息 那么这个穆罕默德 阿塔 那又是谁呢 很快 联邦调查局就确认了 他的身份 穆罕默德 阿塔 1968年生 埃及 开洛人 来自德国汉堡的城市 规划专业研究生 在911事件之前呢 并无任何犯罪前科 哎 这就喜欢 你说这阿塔 为什么要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呢 很快 FBI又调查出了 阿塔的后代老板 原来就是他 基地组织领导人 本拉登 他怪不得 要说这本拉登啊 他心中呢 其实一直有个美国梦 那就是美国毁灭的梦 他要搞个这样的这个恐怖袭击 那确实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但是 他们怎么就能够在美国本土 在美国人眼皮子底下 他做到这一切呢 而那些被好莱坞电影吹嘘的 神乎其神的美国特工 又在做什么呢 不错 其中的确实是疑点 更让人奇怪的是 911事件两年后 被称为反恐沙皇的理查德 克拉克 他却主动辞职 那说起这个克拉克呀 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 曾经是克林顿和小布什 两届政府总统的反恐部位 在反恐这个行当上 他拥有30多年的份 那他为什么要辞职呢 很快他就给了我 2004年3月24日 克拉克出席了911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 在证词的开篇 克拉克向全体美国人道歉 表示自己辜负了大家 政府辜负了大家 请求大家的原谅 那克拉克为什么要道歉呢 他的言外之意 政府也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而他又为什么支支吾吾 语焉不详呢 这事还得从911后的调查说起 911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很快发现 除了本达登这个幕后推手 和穆罕默德阿塔这个具体实施人外 这个恐怖铁三角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那就是911事件的直接策划人 就是这位 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 这人呢那可是个狠角色 1965年出生在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家 20岁开始呢就痴迷于策划 各种恐怖袭击活动 一生啊他共策划了 28起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 2003年3月1日 这个哈利德穆罕默德 终于被美国特工呢抓获 在审讯中啊 哈利德穆罕默德 他招供了一个害人听闻的 911元时间 那这个计划是怎样的呢 您可坐稳 别吓着 听好了 他们打算 在美国东西两岸 一共劫持十架大型飞机 其中九架都分别撞向东西两岸的目标 那么这些目标呢 除了911事件中被撞击的世贸大厦 双塔 五角大楼外 还有国会山 白宫 中央情报局 CIA总部 联邦调查局 FBI总部 几处核电站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最高的建筑物 第十架飞机啊 则由哈利德亲自劫持 但不撞击任何目标 而是返回机场 那么落地之后呢 先杀掉飞机上所有的男性乘客 然后呢 立即向媒体发表演讲 谴责美国的横行霸道和霸权主义 随后呢 他会放掉妇女和儿童 有句话说 卑鄙 那是卑鄙者的同行证 这简直呢 就是恐怖 是恐怖者的同行证 但是当时啊 当克拉克听到了这个计划时 他顿时就傻眼 原来让克拉克无语的倒不是这个计划 多么恐怖 而是这个计划 实际上美国的情报部门早就见 原来早在1995年呢 美国国家安全局啊 他就接收过一个笔记本电脑 是从菲律宾警方移交过来 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个文档叫波金卡机 那波金卡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什么呢 爆炸 这个恐怖袭击计划呢 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炸掉11架从世界各地飞往美国的飞机 第二个阶段就是 哈利德公认的911计划原始来 那这个笔记本电脑的主人是谁呢 就是这位伦姆兹约瑟夫穆罕默德谢赫哈利德的亲子 那这个人呢 那搞起恐怖活动来 可有点青出于蓝而生于蓝的家事 1993年纽约世贸大社爆炸 他就是他一手策划实施 当时呢 美国国家安全局他就认定伦姆兹约瑟夫他才是罪魁祸首 而他的叔叔哈利德呢 那只是在海外支持而已 所以美国当局就把精力呢 全部都放在了追捕约瑟夫身上 而忽略了对哈利德的调查 悲剧的是 对波金卡计划居然没有制定任何防御的措施 悲剧 确实是悲剧 早知如此何必打破 可历史的 没那么多的早知如此 侥幸逃脱追捕的哈利德穆罕默德 很快就去拜见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 这俩人一见面那很快就擦出了火花了 1999年他们便共同制定了911机构 代号为飞机行动 由本拉登负责出钱出人 哈利德穆罕默德呢 则负责锁定攻击目标 但实际上这个计划实行起来难度呢是相当的大 甚至呢差一点就彻底破产了 怎么回事呢 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词 那就是人才 本拉登亲自挑选的人呢 要么就是英语不过关 他要么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去美国的签证被拒 最后呢都灰溜溜的回到了本拉登的身边去了 那么就在本拉登茶饭不思的当口 哎这时候呢一个人的出现 让他顿时是两眼放光 似乎呢已经看到了美国毁灭的场景 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穆罕默德阿塔 很快英语非常棒 并且呢有着丰富西方生活经验的穆罕默德阿塔 哎就被带到了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面前 这哈利德一见了 那也是如获至宝啊 就这样即将震惊世界的恐怖铁三角就此形成 但是让反恐沙皇克拉克感到悲剧的还远不止这些 2004年911调查委员会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发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报告 叫凤凰城被忘录 这是一名特工写给联邦调查局国际反恐小组的 提交时间呢 为2001年7月11日 报告说 这几年本拉登可能动用了一些手段 把一些学生送到了美国民航学校学习飞行 这份报告呢 自然没能引起高层的重视 后来的调查表明 穆罕默德阿塔和其他的节级者正是这样在FBI的眼皮子底下学的飞行技了 2000年夏天 阿塔呢和其他三名飞行员进入佛罗里达威尼斯的飞行学校 学习开飞机 据阿塔的飞行教练回忆 阿塔这个人脾气暴躁 而且对波音747 尤其是情有独钟 教练每教一项新技术 他就会很激动的问 这个在波音747上怎么弄啊 悲剧的是 这么反常的举动 居然也没有引起飞行学校的主意 就这样 几个月后阿塔他们顺利拿到了飞机驾照 本拉登那边呢 也按部就班的做好了一系列的工作 先后把十几名训练有素的蛮力接机者他送到了美国 2001年的8月份 一切准备就去 其实呢 在这个时候 美国政府又有了一次阻止911之前发生的机会 什么样的机会 2004年4月10号 911调查委员会解密了一份 令民众非常生气的总统简报 简报的提交日期呢 是2001年8月6日 是中情局提交给时任总统小布什的 标题是 本拉登决议在美国发动袭击 第一条就是 本拉登的追随者们将会以世贸中心爆炸者 约瑟夫为榜样 给美国带来战争 最后一条 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显示 在美国恐怖袭击往往与截击有关 这份简报呢 自然再次没有受到小布什的重视 就这样 美国 这个号称全球最安全的国家 一次又一次的让阻止911事件发生的机会 在自己的眼前溜着 好了 咱们言尾正传 就在这个时候呢 阿塔又去了一趟西班牙 干什么去呢 和本拉登街头去 在西班牙 联系人带去了本拉登和哈利德的计划和目标名单 为了掩人耳目呢 他们假装成学生在讨论选课程的样子 最终呢 确定了四门课程 艺术学代表五角大陆 法学代表国会山 政治学代表白宫 建筑学代表世贸大厂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看样子悲剧的发生死固已经不可避免了 但实际上 就在911的前夜 留给美国呢 还有一次机会 就在9月10日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部门 截获了一次电话通话 通话的双方正是穆罕默德阿塔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 电话里面呢 阿塔对哈利德说了三句话 一根棒棒塔 一根鞭子 两根树枝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呢 我们一听自然就知道 那不就代表9月11号 但是 由于他们讲的是阿拉伯语 用的呢 又是暗语 那这个电话直到911事件发生以后 才被破语 俗话说呀 事不过三 机会呢 在美国高层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挥霍下 终于酿成了一个世纪大悲剧 911 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呢 令人奇怪的是 美国国家安全局 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 其实呢 对911的苗头都早已经有所察觉 而且呢 对本拉登进行了密切的跟踪 那他们为什么就没有形成一个安全铁三角呢 而最后 小布什又为什么会对中情局的情报无动于衷呢 这的确让人深思 其中的谜团啊 恐怕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 也很难完全解开 这也难怪 近几年了 就有猛料爆出 这个911事件呢 其实就是小布什自编自打的骗局 把舍不得孩子套不住了啊 目的呢 就是要找到借口 好对着阿富汗和本拉登动手 当然 这就是一种猜测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美国人不觉得代价就实在是太大了 直接死亡人数 三千多 受其伤害的人呢 更是不计其数 尤为致命的是 911严重的打击了美国人的自信心 以及全世界对美国的信心 再说 按照美国的一贯作风 就像当年轰炸南斯拉夫那样 那理由多的是啊 根本不需要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所以说 这种说法 并不可惜 总之 在美国当局的一再忽视下 911事件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 那么 这19名劫机者又是如何顺利登上飞机的呢 2001年9月11号 平晨 19名劫机者按照原计划出发 6点45分 波士顿洛根机场 阿塔呢和另外8名劫机者会合 半个小时后 阿塔和其他4人走向了美航11号班级 另外5人呢 则走向了联邦航空的175号班级 7点24分 新泽西州 纽沃克机场 4名劫机者登上了联邦航空93号班级 7点29分 达拉斯都勒斯机场 最后5名劫机者登上了美联77号班级 就这样19名劫机者竟然全部顺利登上了飞机 而这一刻呢 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都不知道 他们的生命的最后时光将会这样一步步飞向死亡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走进美航第11次班级 去看一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里面有发生了什么事情 7点47分 第11次航班的最后一名乘客登机了 波士顿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准备就绪 7点59分 飞机正式起飞 之后呢 机长不断向空管中心报告飞机上升攀爬的高度 一切稳定正常 当升至巡航高度时啊 机长呢 关闭了安全带指示灯 那么空乘人员呢 按照标准程序 拉上了三个级别客舱之间的屏风 8点13分 波士顿空管中心向11次航班发出右转20度的指令 就在空管中心发出这个指令 令人震惊的事情 突然坐在乘客席前排的两名乘客起身冲向驾驶舱 那么负责头等舱工作的航班事务长卡伦马丁和另一名工作人员首先遭到了袭击 他们成了911中最早的受害者 由于一切都太突然 而且呢 客舱之间又拉上了屏风 那么在乘客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 又有三名劫机者冲进了驾驶室 而机长和副驾驶甚至都来不及反抗 这五个人呢 就已经控制了驾驶舱 并迅速关掉了驾驶舱的门 为了防止空乘人员或者是旅客进入驾驶舱呢 其中一名劫匪还向前面的客舱喷射了催泪瓦斯或者是剑子气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啊 机组乘务员马上展开行动 贝蒂温格试图呢 与地面取得联系 他拨打了美国航空公司的预约电话 我是三号乘务员 我们无法与驾驶舱取得联系 我想 那气体可能是催泪瓦斯 我们很难呼吸 我想我们是被劫机了 你是二次航班 贝蒂在紧张之余啊 竟然错误的把十一次航班 说成了从洛杉矶返回波士顿的十二次航班 正在这时呢 波士顿空管中心却突然收到了十一次航班的信号 美航十一次航班 是美航十一次航班在呼叫吗 是十一次航班吗 我们劫持了飞机 你们只要待在原地就不会有事 我们将返回机场 如果你们不听指挥 那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和这架飞机开玩笑 保持安静 原来 在捷机十分钟后 阿塔为了稳住乘客 决定对乘客说点声 但他慌乱中啊 按错了开关 结果呢 声音传到了地面上 天哪 捷机 波士顿中心顿时就炸开了锅 他们打破官方协议 适当的与军方取得联系 请求援助 希望防空部门呢 能够派一架F16战斗机前去阻截 而战斗机紧急起飞呢 需要九分钟 现在呢 十一次航班已经进入了曼哈顿的上空 鸡汤外双子塔呢 已经清晰可见 显然呢 战斗机组结 从实践上已经就来不及了 怎么办呢 哎 就在地面上乱作一盘的时候啊 空管中心又接到了乘务员 贝蒂温格和艾米斯威尼的这个报告 说飞机晃动的很厉害 接机者呢 又做了一个高难度的空中飞行动作 快速促冲 天哪 飞机呢正在不断的下降 不断提速 他们想干嘛 突然他说 他们想干嘛 我不知道他是在问贝蒂 还是在自言自语 飞机颠簸得很厉害 我问他能不能看看窗外 这是我们最后的交流 他说 我能看到水 飞机飞得很低 飞得实在太低了 我们看到建筑 很多建筑 我看到了水 我看到了建筑 我看到了很多建筑 我们飞得非常低 实在太低了 所以我看到了很多建筑 房地区 家室 这个 去 很厉害 你 你 就是 都 是 就这样 2001年9月11日早上8点46分 美航11号班机呢 撞进世贸大厦背堂 在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 捷迹者们几乎是如法炮制 9点03分 联邦航空175号班机 撞进世贸大厦南堂 9点33分 美航77号班机 撞向美国五条大楼 只有联邦航空公司93号班机 由于机组人员和乘客的英勇反抗 才让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 克斯维尔郡追回 而距离袭击目标国会山 只有短短的20分钟飞行距离 也就这样 贝蒂 艾米 帕特里夏 以及三千多个无辜的人 在这个晴朗的早上 永远都离开了 显然这对我妻子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对在当天遇害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要知道 你原以为自己会平静地老去 你原以为自己就要结婚了 而我原以为自己会有一个孩子 但转眼之间 一切都改变了 什么是悲剧呢 鲁迅先生说 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那么这种把无辜的人毁灭给人看 那就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回顾911发生的整个过程 以及他的续集 美国禁于阿富汗 追捕本拉登 我们发现 那些一步步养虎为患的政客和高官们 其实损失并不大 那照样拿着高昂的薪水 小布什还因此赢得了大量的想要 而留给普通美国民众的 那却是失去生命 失去亲人的永远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